然後一邊學習,其實神一邊帶領,因為經歷的事,牧師的用法真的用得上, 譬如說,怎樣去放下世界的東西,譬如說,我們跟一些不信主人說, 你放下世界的東西,你不要想,很難,他們不知道怎樣放下, 但我們又知道我們有神,我們知道有神,所以我們有神的愛,所以我們就可以放下這些東西, 但當有一些不信主人去說這些事,其實很困難,他們不知道怎樣放下, 還有我覺得很有趣,就是我發現原來,當我信主這條路兩年, 但我發現我真的經歷了很多神的東西,很多, 很多,自己又聽到神的意願,又有先知語言,又有神的醫治釋放, 大家都幫我很多,我覺得,至於你振作起來,大家幫我這麼多, 大家投放很多自己在我身上,所以,我覺得自己應該有很多因此, 因為我聽到神同學會比很多,但我不知道是什麼, 不過我自己本身是對靈架都敏感的,我自己都, 又會收到神的意願,也會收到,魔鬼都會跟我說話, 很多人都會打擾,所以,其實我想人人都有, 不過可能,只不過,你沒有那麼 specific, 確認到那件事是否神跟你說,或是魔鬼跟你說, 但其實你感覺到那件事是分辨到神和魔鬼的, 然後,再自己更加更深去鑽言一下怎樣, 譬如說,牧師教這套理論,很多負面的藍藝, 學一套方法就是,當你有負面的說話, 同一句,繩回自己一句正面的說話, 譬如說,我想自殺,我說,我不想死, 神仲想救我,我仲想上天, 每一次有負面的說話,有負能量的說話, 就彼此正面的說話, 這個就是我在牧師那裡,學回來再鑽言, 還有,有些金句都挺有用的,牧師都很聰明, 譬如說,為何要怕必死的人, 那些人只不過是重, 那句金句,我忘記了,牧師就教了, 然後,神是同你一層,與你同在, 神是保護你, 其實這些,神真的很好, 我覺得來到這裏, 大家都不是偶然的事, 都是神的祝福, 我都希望,其實當我們學會了這套, 我們又可以祝福, 因為我們都是神的寶貴的公主和王子, 所以,我都很希望, 即將來, 與牧師想發生興起人, 我都想成為自己被興起的人, 我發覺自己, 不再是一個熟靈BB, 即是, 我發覺自己, 來到這裏, 真的好像餵奶那樣, 即是給什麼就吃什麼, 然後, 但反而, 不只是再吃, 還要是運用, 操練, 還有, 祝福人, 我記得有一陣子, 我都很不行, 然後, 我的同事更加不行, 因為, 當時, 我, 老闆不確認他升職, 他正在處任, 處任的位置, 但是不確認他升職, 然後, 我一直都, 用憐憫的心去支持他, 每一天的午餐, 就跟我說, 很負面,很負面,很負面, 因為我們, 其實我們都要, 憐憫一下那些人, 這樣, 所以, 而且, 很開心, 然後, 有醫人說我是nice, 他說, 其實他有些問題, 想找我幫忙, 那, 其實我可以說, 但最後, 側隱之心就幫了他, 然後, 他覺得我nice, 那我也很感謝神, 其實, 神是擺在每人身上, 都是有善良的心, 即是, 雖然, 大家都可能有時, 都會有時, 但我們希望, 我們光明的面, 可以覆蓋一下, 以善性惡, OK 片段, 我們靠近來,